想要多求占有 那也是无坛三坑 这种情形 那在我们平常里面 会碰到什么状况 在 我们如果是读 论语里面 你会读到一句话叫做 子路讲 孔子跟子路 跟炎渊 两个三个人在那边谈的时候 谈到孔子讲说 何各言而治 你们两位 炎渊子路 你们 谈一谈你们的志向吧 那子路就讲 愿居马依求 以朋友共 必知而无憾 他意思就是说 我如果有车辆 有马 车辆马匹 还有衣服 大衣 这么好的东西 我跟朋友一起共用 他即使跟我用坏了 我也不会觉得什么遗憾 必知而无憾 你看 是不是无贪三根 他能够把外在这些财物 布施给别人 让别人用 他都不会遗憾了 他会不会签令 不舍 不会 他会不会想要 多用一些 不会 所以他这个叫做无贪三根 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要增长的 这个地方 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无贪三根里面 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 已经得到的 能舍 还没有得到的 我们也不会想多求占有 那这样的话 对于 那个要成佛 要解脱 得内藩 这个心要不要贪 这个心不是我们讲的贪 这个心是我们对于 三宝四圣地 对成佛 这个礼上我们知道的事情 还有这个圣人们 还有自己能力的肯定 以后我们欲求成佛解脱 它是属于这一部分的心所 它不是用贪这个烦恼来说 那我们没有贪是没有贪爱 欲戒 色戒 无色戒 不是贪爱这三个 也就是不贪爱三戒轮回 这是无贪 那我们现在举例里面都举到欲戒的部分 因为我们生在欲戒 生在欲戒里面 我们不贪这些欲戒里面的东西 那广说就是不贪欲戒 色戒 无色戒 在这个地方你们了解这个以后 我们再看看 从无贪善根以后 你就能够布施 从外在的财物布施 布施到你的家属 建属 再来布施这个身体生命 就是一层一层从无贪 小小的善根一直培养一下 到处增长长大 像佛德一样 它可以布施给一切众生 统统没有什么挂碍 这个就是无贪善根的功德 从一个小的地方生长出来 那这个是在生活里面你怎么去面对 生活里面面对人家 要来跟我化缘 我能够当眼根接触射尘 还有耳根接触这个生尘 听到它化缘 看到它来化缘 这个时候能够无贪善根生起 好 这个就布施出去 对不对 我们已经讲六根六层六四处之下 的作意受想失 可能是起热受 那就布施吧 那如果生起苦受 它来跟我化缘布施 我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多 没关系 我就布施少一点 它如果能够 我如果度量再大一点 我就布施多一点 那个无贪善根 我们只要慢慢增长 慢慢增长 有这种相关性 这从六根六层六四处 作意受想失 我们遇圣节念定会 这样一个一个培养出 善心所出来 好 那 颜回怎么回答孔子的话 颜回回答 愿无发善无失劳 颜回回答说 我有什么功德 我不把它宣扬出去 不用让人家知道 那你看这种 无发善无失劳 这个也是不贪善根 你知道不知道 我都无所谓 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情 这是孔子的门声里面 也是非常的 修得非常好的 孔子是世间的圣人 佛陀是世间出世间的圣人 当然我们跟佛学习 我们看到孔子是这么好的人 我们要敬重 这个世间的圣人 他是有德的人 我们应当要遵应他 好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了解了 无贪善根 以后从这个无贪善根 我们慢慢培养 就可以学会布施 学会舍 这就以前我们讲的 世论 戒论 圣天之论 一步一步上去 再接着的是无贪善根 无贪 无称 无痴 讲话比较快一点 就讲的会讲错了 这个大家包含 那无称善根 无称善根对于有逆境 生起苦受的 这种状况的因缘 能够不起称 这是无称善根 那在碰到六根对六 才能处错意受想事之下 能够不生起称 这种慢慢培养这个种子 生根了 这种三根生根了以后 它会再来 根 金 枝 叶 花 果 这样会生起什么力量 生起慈悲 生起慈悲 会生起利益众生 见到众生苦 愿意利益众生 因为从无称善根开始 这个这么好 这种善根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 一步一步学 那我们看到佛陀的功德里面 世尊他以前曾经做过 一世的长寿王 其中一世 这个长寿王 他当时 邻国的国王 一直跟他打仗 希望夺下他的国 国家 这个王位 占了他的国家领土 那这个长寿王 他打了几次 人家都打不赢他 他后来想 每一次这样打森林涂炭 还是两国的人民受苦 这样好了 我干脆舍国让给他 免得他常常打仗 两边都受苦 好 就送你吧 我自己躲到山里面去 然后他带着他的王妃 到山里面去 那后来 在其他的姻缘之下 他入城 被捕 当然他也可以战胜敌人 但是他想 就把他送给对方吧 所以当他进城以后 被捕了 他被杀之前 他儿子常生太子去见他 他还跟常生太子讲 不要抱怨 不要报仇 怨怨不休息 自古有词法 就是说 在中间的世界里面 有怨抱怨 有仇报仇 这是从古代到现在 都是这样一直延续过来 从无谅解以前 都是这样在有怨抱怨 有仇报仇这样 今天我杀了你 然后他的子孙 我杀了他 他的子孙会来杀我 我的子孙会这样杀他的子孙 杀来杀去 朋友 各有 各拥有他的 拥护群 这样杀来杀去 抱来抱去之后 没完没了 所以众生的结怨 进未来祭这样 没有停止的时候 所以常生太子 你不要为父亲报仇 常生太子谨记在心 不要报仇 所以后面一句叫做 无怨能胜怨 是死法中不朽 也就是虽然他都有怨 有仇 他有欠我的这条命 但是我不要跟他要回来 我要没有怨 来回报他这个有怨 无怨能胜怨 此法中不朽 这个常生太子记下来 后来 常寿王被杀了以后 常生太子去收尸 他去 就去学很多的技能 学一些音乐弹琴的技能 要亲近这个恶王 亲近恶王以后 恶王相信他 有一次两个单独在外面的时候 恶王睡在常生太子的膝盖上 常生太子 三次的机会拿刀子 要杀死这个恶王 但是恶王 第三次醒来的时候 那个常生太子 这三次都没有杀他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想到父王有交代 怨怨不休息 自古有辞法 无怨能胜怨 辞法中不朽 那终于放下他的刀子 恶王惊醒 惊醒以后 两个在问之下 他问这个常生太子以后 终于知道他是常生太子 是常寿王的孩子 那后来就两个就弹劾 回去他们的国家 回到皇宫里面去以后 就解冤事结 大家的过去的恩怨全部化解掉 恶王在把国魏还给这个常生太子 再把他自己的女儿取配给常生太子 结尾 从冤家变成亲家 那常生太子为什么能够这样 舍下他父亲的不共戴天之首 因为他的无尘善根 听同耳根听 接触到常寿王父亲 这个生辰 对父亲所说的话 他有信心 他希望能够像父亲一样 所以在耳根对生辰 耳势生起 这时候又义根原法辰 原过去父亲所说的话 生起义士 这时候的御圣节念定会 处作于受想时 再生起信 精进惭愧 无贪无称三根 再生起无痴 有因果观念的这种三根 一起生起来 这样生起来之下 他原谅了这个恶王 想到父亲父王的教训 提醒 所以他原谅了他 所以从此以后 冤家变亲家 你看佛陀在这个 过去他的常寿王的这个例子 还有后来这个常生太子 就是阿难尊者 那这个公案里面 佛陀的数字里面 都在提醒我们 要怎么样做一个 那个世间 出世间里面的善人 好人 也能够解脱成佛的 这个条路 都告诉我们的很清楚 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从这里面 我们多看佛经 我们才知道这条正道 佛道要怎么走下去 古人讲 如果有三天没有看书 我们就觉得我们的心 都已经很污秽 然后脸都已经很肮脏了 看起来很可怕了 那如果我们 没有看佛经的话 我们会随着世间的五一六成 而增长我们的贪嗔痴的二根 那我们如果天天能够熏习佛法 天天能够看佛经 一天看一些 一天看一些 我们的无贪善根 无称善根 无次善根 就这样生长起来 那有根就有力量 有力量不怕外境 六成的风怎么吹我们 我们都不会倒 而且会越来越茁壮 所以我们平常要 听闻佛法 清清善知识 而且要能够虐正思维 就像你看的佛经刚举那个 常寿王跟常生太子 还有恶王之间的关系 你就心里面就知道 怎么面对 其实在深仇大恨 都可以原谅对方 其实在深仇大恨 我其实都不会不准 也不会觉得受伤 也不会觉得 他对不起我 无所谓 原谅他 就是原谅自己 慈悲对方 就是慈悲自己 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了 常寿王跟常生太子的做法 我们就知道佛陀对我们多慈悲 把他舒适的状况 跟我们讲 好 那在天上 我们三天的天王 第四 他跟阿希罗打仗的时候 阿希罗在骂他 撑他 恼怒他 这时候的帝氏他也没有对他生气 那其他的适者们在说给帝氏 听的时候 帝氏说 不要跟恶人一般计较 他对你无礼的取闹 你应当忍入 修无称善根 怎么说 你要想 如果我对一个 他势力比我强 能够把我打死的人 我是不是要忍耐 对啊 我要忍入啊 我这时候的忍 是我 那个畏惧的人 因为我恐怖嘛 我怕他把我伤害 我真的跟他打的话 我会被他打死嘛 所以我要忍耐 这个叫做恐怖忍 第二种 我跟他打架会平手的 这种我也不能打 为什么 打一打两败俱伤 有什么好处 所以这个叫做习争忍 习灭争 打架 第三种忍 我能力比他好 我可以把他打败 那我可以打败 圣之不武啊 有什么用 他都输给你 你还给他打 那我胜过这个 那也没什么可尊敬的 何况打架闹事 心中称恨 只是自己对自己设身 也不好啦 那对对方也不好 所以我应该忍入 慈悲自己 慈悲对方啊 所以这个时候是罪上人 因为能够赢对方 反而不跟对方吵吵闹闹 不跟对方打架 这种忍耐 是罪上人 好 第四根 他的侍者们讲这样以后 有恐怖人 有习争人 有罪上人 侍者就心开意解 所以对于阿修罗 他不会再有称怨 那这个可以做我们平常里面 无称善根的一种 培养的因缘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我们看佛经就有这个好处 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 我们会碰到的是 六根对六臣 六四六处 六受六想 六师 以后的遇圣节念定会 我们这样观之下 你就知道 无称善根正在正在 太好 太好了 因为我有佛法 因为我有三宝 因为我在这个地方 能够常常内生思维 所以善根一直在增长之中 那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修慈心 很好修 会慈悲这众生吗 这不会很困难的 好 再来我们看到是 无痴善根 无痴善根 我们会观到 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 因缘所生当中 都是有果报的 有因有果 有事圣地 有解脱圣人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会 现世里面 我们会做什么事情 我们知道一切事情 都要因缘合合而生 才有这个果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会感恩 一切的因缘 成就这个果 成就一个结果 一个事件的 这种结果 是所有的很多很多很多 因缘这样合合而成 才有这个结果 那看到这个结果 我们就是要感恩 所有的一切的因缘 也就像在家庭里面 所谓一个家庭 就是有夫妻 所以丈夫是不是要感恩 太太 那反过来 太太是不是要感恩丈夫 因为这样才成为一个家 所以这个家 能够成立是 夫妻之间要互相体谅 互相感恩 这样你看到因缘果报的关系 你就会去学会 做感恩 想 那这样的一个 无痴善根就增长出来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再看到一个公司里面 是不是主管跟员工 公司跟员工 主管跟部署之间 是不是也是互相成为一个因缘 果报关系 部署的成就 他们所形成的因缘 就是主管的功劳 主管的成就 就是部署的功劳 那员工的付出 最后是公司的利益 那所以公司有得到利益 要感谢这些员工所付出的 那所以有一个老板 他讲得很好 他说公司做个大夫翁 那要让员工做个小夫翁 你看 这个老板他是知道因果关系 两个之间的因果关系 很清楚以后 他知道不能把员工 剥销来成就公司 那公司如果有利益 一定要让员工去分享 当然在整个体系里面 应该是顾客 还有公司 还有员工 还有提供供应者 这整个体系里面 他是一种因缘合而的状况之下 应该是要能够 让每一个人都受益 每一个人都得到 好的果 因缘果报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 有了解因缘果报的关系之下 应该感恩一切的因缘 那这样的果 是不是非常美好 那对于我们个人来讲 我们知道 我们所做的一切因缘 以后会有什么结果 这个地方 我们就能够掌握住 无吃善根 懂得因缘果报的关系 就是无吃 那这是我们要学的 无贪 无撑 无吃 善根 那再来我们看到 不害善根 不害善心所 北冷能够对我们有撑 有怨 有害我们 但是我们不会去害对方 受到 严和彼此的身 受到北冷的脑害 受到这个 射身相会处的脑害 但是不升级这种 害对方的心 而且还要去利益他 帮助他 救度这个友情众生 这个在佛事的时候 佛祖常常讲 他过去生的因缘 佛祖讲说 我以前做个忍入仙人 那个恶王 看到我在为宫女说法之后 他起个嫉妒心 要害我 要让我受苦 所以用鞭子打我 用刀子割我 我都没有起个害他的心 而且还发愿 以后成佛的时候 要先救度他 佛祖他过去生 做了这种事情 他有这种 不害善根 那这个在我们生活里面 我们可以从小到大 可能声音 听到人家在骂我们 耳根接触这个生成 耳势生起的处之下 是苦受 苦受我们起个善心 本来会起撑 但是起个善心手 这个时候起不害善心手 起不害善心手以后 就会把所有的烦恼洗灭掉 而且愿意救度他 那这时候我们心情 在善心之下 心情平静 善心对待他 然后就会想到 要怎么样帮助他 帮助对方 从他的称心 脑海心装中走出来 我们是不是 一个念头一转过去 后面的世界是不是就变了 当然是变了 如果起一个称心手 你对我这样 有恩报恩 有丑报丑 我不饶你 那是不是起一个烦恼不善心手 对 起一个烦恼不善心手 后面 原因相报 何时了 所以我们 六根对六层的时候 事实上是可以起三心手 不是通通会起二心手 不善心手 所以我们掌握到这个 你就知道要多起三心手 在修禅定以后的过程 通通会有三种心手 一个是亲安心手 一个是不放异心手 一个是行舍心手 亲安心手是代表 在修禅定的时候 当心专注 身调喜调好 身体会越来越轻 心也会安稳 身亲心安得到身心安 身心清安 身心清安以后 这个容易入定 身心清安的时候 分成睡眠的这种概 它就不会色生起 因为能够很专注 很专注以后身心清安 太好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 虽然还没有得禅定 但是我们一天里面 给自己一点时间 培养一点定力 培养一点专注力 培养一点关照力 修止关 当然修止关之前要慈戒 这是有一点重点 那 清安修定 自信一处无事不办 这个地方 第十个心所是 善心所是不放异心所 没有贪 没有撑 没有吃 又能够精进这四个 合合成不放异 在阿含经里面佛陀提醒 有一法 能够承办一切 也就是不放异于行八正道 行八正道的时候 里面是有精进 八正道里面就是无贪 无撑 无吃 正见是无吃 正定 这个时候也是无称 正定的时候是慈悲心所 这个时候慈悲心 无贪 正与正业正命 不会贪 这是防护我们的贪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在无贪 无撑 无吃 静静之下行八正道 在这种不放异之下 一定会得到正智慧 得到正解脱 解脱之见 就达到内盘 这是这一条八正道 通往内盘的唯一的道路 这个地方 是不放异心所 第十一个是行舍心所 行舍心所 舍的意思是 当修七觉知的时候 修念觉知 责法觉知 精进觉知 喜觉知 亲安觉知 定觉知 跟舍觉知 当到最后修到行舍觉知的时候 以前当然是不会行恶法 不会起烦恼 到最后修一切的善法功德的时候 所有的成就 通通守 为什么 你如果还有拥有一点功德 一点成就的话 那都是负担 这种负担 到最后还是变成 烦恼的一个因缘 所以到最后 我们看到金刚经会比喻 那阿涵经也有讲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那 八正道里面 里面讲的到最后要正定 那在十一个心所里面 到最后讲行舍 在七觉知 后面要讲舍觉知 这是一个一个次第这样下去的 这个我们掌握到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很清楚 那在十一个心所里面 我们在六根对六尘 六四升起 触作于所想事之下 我们起善心所 我们这个五白镜里面都起个 好的白镜 起了善的白镜 就起欲圣节念定会 这时候 我们平常里面 不管遇到善缘 恶缘 快乐的缘 苦的缘 我们都会升起 这种善心所 这个我们人生就很安稳 所以我们再把它重复一下讲 善心所里面 有信心所 精进心所 残心所 愧心所 不害心所 无贪心所 无辰心所 无痴心所 心安心所 不放异心所 心死心所 总共十一个心所 我们了解到十一个心所 我们也好好把握这十一个 让自己能够培养成善人 在这个地方我们做个了解 接着我们还要继续讲 烦恼心所 烦恼里面 有根本烦恼 十个 简单的说有六个 根本烦恼 还有再来 随着根本烦恼会有 会有二十几个 那在这里面 我们要一个一个讲 那在讲这些烦恼的时候 我们先讲一个故事 那这个故事是我们中国 里面的一个公案 那这个怎么讲 这个名字叫做 周楚楚三害 那这个是说 在古中国里面 有一个人 他叫周楚 那这个是一个当地 一个村庄里面的地痞流氓 他恐武有力 非常的 力气非常大 而且很凶 那个 很油猛的 那他在村庄里面 横行霸道 大家都怕他 谁都不感惹他 免得被人家打死 那同时 在他们那村庄 有北海 有角龙 南山 有蒙虎 那南山的蒙虎 北海角龙 还有村庄的周楚 他们那个整个村庄 都形容说 我们这个村庄 有三种 害虫 那 后来有一天 周楚被人家 启发善心所以后 他想说 我们这村庄 听说有三害 那这三害 北海的角龙 南山的蒙虎 我要去把他们除掉 不要让他们造成 我们村庄 村民的负担 免得我们村民 被角龙吃了 被蒙虎吃了 所以当他这样了解以后 他费了很大力气 去找北海的角龙 费了很大的力气 把他杀了 帮村民们 去除掉一害 杀了这个角龙 大家当然很高兴 只有剩下两害 少了一害 差很多 当他这样高兴的时候 周楚又很善心 又更起来了 他起来以后 南山的蒙虎 那么凶恶 随时跑出来吃人 所以他就到南山去挑战 这个蒙虎 也费了很大力气 把南山的蒙虎杀死 帮这个村民们除害 除害以后 他很高兴 在村庄里面 大家都很高兴啊 除了两个 害虫 但是村民还是 恍恍恍恍恍不安于村里面啊 为什么 最重要的 在村里面走动的 这个最大的害 最恐怖的是周楚啊 周楚不除 我们内心不安 男生的蒙虎偶尔出现 北海角龙 要去的见面 才会被吃掉 但是这个周楚是到处跑的 所以大家怕得要命 那后来 周楚有一次碰到 一个上次是跟他提醒啊 我们村里面的三害 剩下一个啊 这个人到处走动啊 那是谁呢 我来帮他把他除掉好吗 当然是好了 那是谁 那是不是北人啊 在我面前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的周楚啊 就是你啊 我 我有什么不好 你到处地痞流浪 地痞流氓 见不见就 动不动 见面就要骂人 打人 让人家受苦受难 再恼入你的话 你就 你就杀了对方 那你不是害虫吗 我真的是这样哦 反省一下 对 我真的是这样 我真是不应该 有没有 起无称善根 无称善根 这个善心所生起 然后知道这样 对别人不好 所以 他应该信心是好的 善心的 对别人好一点 所以他起了是 又起了对 因果的观念 信心所生起 所以你看 他的十一个善心 所通通生起 这时候 他决心要做一个好人 所以他从此以后 认清自己 关自己的烦恼 不让他生气 关自己的善心 多多的增长 起来 他在善心增长 恶心息灭 从此以后 这个村庄里面 变得非常非常的祥和 非常的祥和 大家过得很愉快 为什么 全村庄里面 有一个慈悲 的一个周楚 他以前是大家 讨厌的周楚 大家怕的一个周楚 现在他已经 改头换面了 真的是周楚除山海 过去种种 譬如昨日死 今日种种 像现在就生起 现在生起散了 过去种种 不好 已经灭了 全村庄拍手叫好 周楚 也很高兴 全村庄里面最高兴的 应该是周楚 因为他摆头换面 莲花化身 投胎换骨 哇 真的大家为他高兴 他自己很高兴 那我们 我们可能也是周楚 为什么我们可能是周楚 因为我们平常 也是恶行恶状 六根六成六四处 作与受想失之下 我们一个脾气一发出来 就对别人伤害别人 那不是周楚吗 对啊 我们就是像那个周楚一样 横行霸道 这样是不好了 那怎么办 修死一个善心所 让自己起无称善心 多修慈心观 以前有教过的 那多起无贪善根 能够修不禁观 能够喜舍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又起不吃善根 我们都了解因果关系 好 也会更好 那不好的话 都是熄灭掉 好 那掌握到这个 我们平常不要再做周楚 当我们这样下定决心 我信心兼顾 那这样的日子 就越来越好够 在我们周围的人 也会过得很快乐 那你如果在家庭里面 是不是 从我开始做起 我是一个改头换面的周楚 我是一个愿意向善的周楚 那你看妻子 丈夫孩子 都是很happy的 很快乐的 好 那让我们从这个时候 来开始熄灭我们的根本烦恼 让我们的 随着根本烦恼 而生起这种种烦恼 我们能够去除掉它 好 那在这个之下 我们知道根本烦恼有六个 那广说有十个 好 是哪六个 贪嗔痴 慢疑 不正见 就是六个 如果说十个的话 就是贪嗔痴 慢疑 不正见里面就区隔为十 再五个 也就是伸见 边见 斜见 阶级警觉 跟见底见 那随烦恼呢 随着这个根本烦恼 而生起的 它是哪一些 它有小烦恼有 愤恨老害 富狂 惨迁 计较 有十个 中水烦恼有两个 就是无产无愧 大水烦恼有八个 就是不信 懈怠放逸 昏臣 吊举 失去正念 正受 不正知 散乱 大水烦恼有八个 那在这二十 二十几个 总共二十个水烦恼当中 能够熄灭掉 那必须要根本烦恼 也能够先去除 一起去除这样 那不定烦恼有四个 有悔 后悔或追悔 有睡眠 有寻 有事 那在这个地方 是我们要学习 要去除的 去除这些根本烦恼 跟水烦恼 然后生起善心所 那这样我们 就可以渐渐的向周楚 除三害 好 那希望我们能够早一天 能够像周楚一样 能够去除 根本的这个 内心的这些烦恼 跟行为 都修正回来 那能够向着佛道 成 正阿罗汉 成阿妮多德山马三不敌的佛 愿大家 一起早日成就 早日熄灭烦恼 阿妮多佛 好 我们继续讲 认清自己 好 那我们已经讲了 摄运 受运 享运 还有行运里面的 五片形 五别境 十一个善心所 那现在我们讲 根本烦恼 有六个 贪嗔痴 慢疑 不正见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在解脱的 这个 心里面 这些烦恼里面 是从这些烦恼里面 解脱出来的 能够了解这些烦恼 对我们要解脱 是 绝对是必要的 我们解脱 烦恼不能说 我这样 什么都不知道 那就要解脱 我什么都不想 就解脱 不是了 是真的 认清他 消灭他 我们知道 在军队里面 在打仗的时候 你要看清 敌人在哪里 你才能够 跟敌人作战 那有一条毒蛇过来了 你如果不晓 他在哪边 被他咬死 你如果知道 他在哪里 你把他 用夹子 把他夹起来 把他 丢到山里面 去放生 对不对 你不要让他 存在在你的周围 那同样的 烦恼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如果不把他 去除掉的话 永远被他作怪 永远被他控制住 所以我们要 现在要开始来认清 烦恼是什么样子 是有哪些东西 那根本烦恼的 贪 春痴 漫移 不正见 那贪就是指 不合道理的 不合道理的 想要拥有 那非法越超过本分 而所求的 那叫做贪 这个如果了解的话 我们来看看 在生活里面 有哪一些状况 这叫做贪 这种贪之下 你看古代里面 举例在楚汉相征 的时候 刘邦看到秦始王的君政 他起了一个心 大丈夫当如此也 他是贪爱这些名利 贪爱皇帝的名利 那这个心 也是一种贪 但是如果是 我们看到佛陀 我看到佛陀 想说 大丈夫当如佛 这是什么 这是善心 那他刘邦是贪爱 世间的名利 那是不一样的 那项羽的心 他的贪里面 已经有隐藏着 更不好的 项羽看到秦始王 他讲什么 彼可取而代之也 就是什么 我要把他逗下来 然后我要去坐 他那个位置 那不是很惨 这种贪更严重 所以 这个我们从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看看 如果我们在一个公司里面 你起一个贪心 贪心所 你说这个课长 我要把它逗下来 彼可取而代之 我要取在他的位置 这是贪 这个贪里面 已经太不好了 这个地方 根本没有想到说 我培养 他有培养的福德因缘 福德善根 没有想这个方面因缘 而只是要把它弄下来 那个叫做贪心所不好的 这是比较严重的 那比较维系的 有一个人他去市场买菜 他市场买菜的时候 那个时候正是台风季节过后 很多的菜物价都很高 那葱 是以前在我们台湾 这都是随着你买菜 会送给你的 但是那个时候 台风刚过 菜很贵 还没有长得很熟 所以这个葱是要有买的 不是用卖的 不是用送的 那一个太太 她去市场的时候 她还是贪心 她看到那老板 卖菜没有副葱 她就跟她讲 老板 送几颗葱好不好 什么心 贪心 人家没有要送你 你跟人家要 开口要 那叫贪心 这个是要小学 不要这样 买得起 不是买不起 不需要这样贪心 月份 非份 超过手球 好 那在平常里面 六根队流程里面 在台湾里面 有一个共同的文化 你知道是什么吗 这个从屏东到基隆都有的 叫做槟榔西施 槟榔西施 台湾的槟榔西施 说是一种文化 那实在是对台湾很羞耻的 穿的衣服穿的特别少 到底在卖槟榔还是卖那个身体 那结果台湾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台湾的男众啊 开车经过 有的停下来 有的买槟榔 没有停下来 没有买槟榔 也会行注目礼啊 眼睛去看那个槟榔 其实那是什么 贪心 不该看而看 对不对 所以不要贪 那如果能够看到这么细节的地方 那我们修行 把心中的那个贪心手 这个好像一条毒手 把它抓出来 丢走 不要让它留在心里面 好不好 当然好啦 所以这个我们已经了解了 那第二个 撑心手 撑的时候有没有慈悲心 撑的时候当然是没有慈悲心 撑的时候 六根对六成 六四处作意 受想失以后 没有起个善心 所的时候就起这个撑心手 撑心手 我对人家好 人家不对我好 也会起撑心手 会不会有这种情节是 师父在骂徒弟 在教徒弟的时候 徒弟会起恶心手 起撑啊 我不知道 我被师父骂的时候 还没有起过撑心手 但是好像有弟子们是这样的 对师父起撑心手 如果弟子有起这种撑心手的 最好改一改啊 多不好你知道吗 不公进师长以后下剑爆 不公进师长会没有智慧爆 有这种状况哦 那如果二言相向 那下第一去啦 这个良宛宝餐里面有说到 没有公进师长 甚至批评师长 罪过无量无边 好那在什么情况 我们在生活里面碰到什么 网路上聊天室 还是网路里面的信箱 你说了一句话 很多人投诉骂你 对不对 你说一句话 很多人骂你 对方起撑心手 然后你看到这些网路的信箱 里面的电子邮件 你也看了以后起撑心手 你也跟他开骂 好吗 当然不好 六跟六成六四这样起撑心手不好 好 但有的人 有的女众啊 心情不好的时候 怎么办 看到一只狗就踢过去 好 在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踢狗 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骂人 我看到一个 有一个当妈妈的 到长住去 然后师父教他吗 训他一顿吗 那他心情不好 他跟师父起撑 不能骂师父 出去以后骂他儿子 你看 哎呀 这实在是太惨了 撑到这种情形 不堪教诲 所以我们人应该好好培养 你看心里面有这种撑 像毒蛇一样的撑 应该把他抓出来 丢出去 不要放在心里面 好不好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哦 第三个心手是痴心手 痴心手就是 不知道因果 不知道世圣地 不知道有解脱 也不晓得自己在轮回 不晓得善恶 这叫愚痴无名啊 那这种事情 看起来好像不知不觉 那如果有人 拿个念珠 来给师父 譬如说你拿个念珠 来请大师法师加持 师父啊 我这个念珠刚新买的 花一万块买的 你跟我加持一下 让我带起来会平安 你这样算什么 愚痴 念珠拿来我跟你加持 你就会得平安 那没有因果夜报了 只有加持就会平安 那你要愚痴 那假如你念珠拿给我 我这个当师父 也跟你加持 我跟你说这样 会让你保平安 我也是愚痴 你知道吗 不要师徒 两个都一直愚痴 隐忙隐忙 学堪入火坑 知道吗 一起牵进去火坑里面 下地狱去了 两个愚痴者牵在一起 所以我们做佛弟子 我们要好好学 不要专做这种愚痴的事情 这个都很小的事情 但是是很维系的 知道吗 曾经有听说过 有人去找那个巫师 治疗身体的疾病 然后连那个蛋里面打破 里面有什么铁丝头发 说这个巫师会让你 治疗你身体的疾病 愚痴 用这种东西来迷惑人 太颠倒了 像这些事情真的要很小心 各位 英国业报身体逼近无常 会败坏的吧 不要去乱搞乱弄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要了解英国 这个了解四圣地 那有人 他怀孕了以后 他就去找那个医生 要堕胎 那医生真的也跟他堕胎 那你看哪一个人愚痴 医生也愚痴嘛 这个人怀孕 这个人要去堕胎 这个人也是愚痴 医生跟他堕胎是杀生 这个人自己堕胎 他也是杀生 你看 这种世间里面 点点倒倒都在鱼匙里面 还有什么 有没有听说一句话叫做 女人头发长见识短 有听过这句话吗 你没有听过 现在听到了 为什么这样提醒 从前有一个宰相 宰相肚里能撑传 能够做到宰相 表示他心量很大 人家可能跟他侮辱 跟他诽谤 他都是无所谓 包容一切 所以他能够做宰相 肚里能撑传 这个宰相这样的状况之下 他什么事 他都会考虑到因果关系 这样做了以后 这个决定下决定的时候 以后会有什么果报 他都可以想得很清楚 所以很多事情 他都跟他拒绝 没有跟他同意 没有采纳 那这种人在很多事情 被人求情都求不了的时候 这个就像世间里面很多人 他就去求这个宰相的太太 然后宰相太太怎么求 拿钱去给这个太太 拿珠宝美玉去给这个太太 拿黄金戒指去给这个太太 那这个太太不会想到说 那个事情不能做 就看到这个钱 看到珠宝 看到黄金 动心只看到眼睛的利益 而不愿意想到事情的后果 这时候就跟他承诺答应下来 等到这个宰相回来的时候 这个宰相太太就跟宰相说 今天有谁来啊 谈你什么事情啊 你就照顾他 照顾他 帮忙帮忙他 那个宰相说 怎么可以 那个做了又很多人会 会受到伤害 那很多人 他会因为这样而很苦恼 甚至会伤害生命 会破家产 什么一个政策错了以后 提案没有处理好 应该用三公分的铁金 给他改成两公分的铁金 那以后大水来的时候就垮了 这个不行 不可以这样做 那个太太就不行啊 我已经收了那些钱啊 你不答应他的话 那我怎么跟他交代 你这个宰相就骂这个太太 女人头发长见识短 你只看到眼前这些钱财 没有看到这个事情做了以后 他后果如何 宰相还知道因果 女人不知道因果叫做愚痴 所以我们不要做那种 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 我们要做有智慧的佛弟子 像佛陀一样 像阿罗安一样 像菩萨一样的这种佛弟子 能够看得到未来 这是不做这种愚痴的 那还有一种情形是什么 我们当师父的人 可以不可以送东西给信徒 以前曾经听说 有个信徒拿个念珠来供养师父 那那个师父看到旁边有一个信徒 就把念珠转送给这个信徒 你说这样可以不可以 怎么可以 这个戒律里面有规定的 出教中不可以把这些东西送给信徒了 出教中把这个东西送给信徒 那你在巴贼信徒 荣若信徒 信徒来三宝门中要供养子福 结果你让他了福 而且在宠信徒 让信徒 他本来要布施 现在不要布施 他不是了福报 而且以后不会布施了吗 这个师父还得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布施的信徒 以后他也不要布施 我布施给你 你拿去给别人 那我还要布施做什么 所以这个师父 是不是吃 这种师父是愚痴的 看不到因果关系 所以我们当出家中的人 我们不要做这种愚痴事情 那我们做在家居士 我们做在家居士 也不要收师父们出家人的东西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要坚持原则 你不要说不好意思 师父送我很高兴 我全部给你拿 跟你收 你不仅了福 还好你没有拖到 你不仅了福 而且你会造成那个师父 很宠你 他以后以为之幼 你就可以了 这样不行 而且其他人的 如果是其他人送给 师父的 供养师父的 你跟他说 那其他人不是很伤心吗 你这种事情要很小心 不懂这个的话 那就愚痴 而且在戒律里面 比丘比丘 你是不可以把东西送给信徒的 那叫污他家行恶行 这事情要很小心 贪嗔之慢疑 的慢 当然这个慢是 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 而看不起别人 那叫慢 那有一种情形是 看不起 别人也看不起自己了 会有这种情形 所以在慢里面 还分成七种慢 非常维系的 第一种慢 有两种状况 一个是 他比我差 他没有那么好 我真的是比他好 譬如说我的佛学比他好 我的长相比他好 我的家族比他富有 我的年纪比他轻 身体比他健康 那 我的道德 我的持戒比他好 确实是这样 但是因为这样而看不起对方 那个就叫做慢 这样的慢也不好 这样慢也不会解脱的 而且从这个小慢 以后变大慢 问你你就会造业 这个很危险 这个在当时里面 释迦族里面 他们曾经 要跟佛陀出家的时候 这个时候 优婆里尊者 他很伤心 王公贵族佛陀度 但是我这个奴隶 仆人 只能在一边 所以优婆里 他就很伤心 后来在种种的阴言之下 佛陀先度他 度他以后出家 比丘里面 先出家者 排在前面 后出家者要攻进 先出家者 那比丘尼 是另外比丘尼的 尼仲团 比丘尼不能跟比丘尼 是排在一起的 我们受比丘戒完以后 在长老比丘尼 一百岁的比丘尼 都要来攻进 礼拜 刚受戒的比丘 这是佛陀 亲口 亲口所交代的 在这个地方 有这样的交代 所以比丘尼 是没有在跟比丘 平起平坐的 那比丘里面 是照戒纳而分 没有照你正果 也不是照你的佛学 了解程度 是照戒纳 写先受戒 就在前面 后受戒要攻进 这个先受戒的比丘 在这种情况之下 优婆里 他先受戒了 那这些释迦族的 王公贵族 他们受到佛陀的交代 隔几天再过来出家 一看到优婆里 已经出家了 受戒了 佛陀教他们 你们要出家 要先跟这个优婆里 顶礼啊 跟这个老界顶礼 大家拜不下去 为什么 慢心 他们还抱着在家的身份 来看到优婆里 以为优婆里是个仆人 是个用人 是个奴才 那我们是他的主人 出家里面有没有分这个 出家里面 大家比丘们 只有照戒纳 没有分这些的 出家法里面是平等的 那一切照佛陀所交代的 这样来洗淫来做 但是大家放不下过去种种啊 所以佛陀叫他们 要放下过去里面的身份 他的身份 现在出家里面就照次序吧 佛陀的宗道 劝告提醒 后来 这些世家族的宗里 看清楚了 了解说 要修行 就是要完全能够破除自我的慢心 所以佛陀的慈悲 也是要让他们真的去跟优婆里顺者顶礼 愿意做这个动作 表示我心中是恭敬对方的 不再亲慢对方 所以这个世家族他们真的跟优婆里顺礼 顺礼的信中的焦慢心 通通舍 所以他们后来修行都正阿罗汉 这个重要性 所以我们如果当师父的 要很注意 徒弟的慢心起来 你要降伏他 你不要让他的慢心越来越增长 还给他封个什么官位 不是王位 什么官位 你给他做大 你给他做大 增长他的慢心 害死他 就当师父也要一点智慧 你给他做什么 秘书书记 监医院 总监医院 什么 什么什么又什么的 当住持 让他做一大堆这些大名相 知客 哇 都是这种大指示 要害死他 然后一指示来分 错了 佛陀里面只有一戒 连阿罗汉的牌序都没有用阿罗汉牌序 是用戒辣牌序 何况是世间的这些监医院之客住职 都院这些不是依这个 在出家法里面要搞清楚 所以我们做个出家人要先把这些弄清楚 才不会到最后往为佛陀一片苦心安排 修行要先破除这个慢性 当了解到这个以后 你就了解到佛陀的慈悲 处处为我们弟子们着想 这是对比我差的人 虽然比他好 但是我不可以看不起他 要恭敬他 第二个是跟我一样好的人 不管学识能力借大修行 我都一样的恭敬他 但是慢性的人 认为你跟我一样的修得一样好 这样我才不甩你 这个叫做慢性 这是一般的慢而已 所以曾经 我们在以前念书的时候 曾经念到一句话叫做 文人相亲 文人跟文人之间是互相亲事的 我们生众会不会有一种情形 就是生众也是亲事生众 你一种比丘你的亲事比丘你 会不会这样 我不晓得 你们自己去 比丘们自己去了解自己的内心 会不会有种轻慢性 如果有的话 应当好好修 好好唱尾 好好改过来 那在社会上里面当然也有 你看 如果俊男美女 俊男跟俊男也是亲事的 慢性 对我自己 你跟我一样而已吗 那美女也是亲事美女 那教授跟教授之间也是亲事 这都是慢 他一样平等的那种职位 亲慢对方 文人相亲 在热能一个众生里面 都有这种慢性 互相亲事 所以这个要破除 要修工进 把这种慢性驱逐掉 你心中有这个慢 你又会造业了 开始口业 这个 甚至生虐杀害对方 就没完没了 好 第二种慢叫过慢 过慢是什么情形 他比我 行的人 我认为 他跟我一样 他比我 比如他的借大比我高 那认为他跟我一样高而已 那就是过慢 他的学士比我好 认为跟我一样而已 那叫做过慢 我曾经我也听过一个 这种情形 有一个人 他的佛法的理解 还没有大事是这样 但是他不愿意承认 他就讲说 那个跟我一样而已 那我只有笑一笑 我们很多事情 碰到什么境界 笑一笑就好了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个人造业 个人当 个人去承受 我们不要起恶心 不要起不善心所 去跟他加到他的身上 让他受苦 众生已经很苦恼了 不要再增加他的苦恼 对不对 那笑一笑就好了 没事 那这种人 我们只有悲悯 我们还是一样 保持一分的谦虚 恭敬 这是比我行的人 我认为他比我 他跟我一样 这是一种过慢 那另外一种人 是比我 跟我一样的人 我认为我比他行 他跟我同样受戒的 那我认为我比他行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会这样 所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你看看 那个在我们中国历史里面 春秋的时候 有一个联剖跟润相如 联剖是五官 是将 润相如是相 是文相 那文 文相 武将 照说是平等的 对不对 那皇帝在 那个文的这边 因为 文是属内 武是属外 那皇帝很多事情都跟这个文相 一起讨论 很多事情都会听他的意见 那武将偶尔才会去见到皇帝 所以这个武将联剖觉得 我出将 我出将在外面受很多辛苦 打的 打 跟敌人打仗保卫国家 付出那么多 你皇帝 特别去信任这个 这个宰相 对我好像没有特别重视 所以这个 武将联剖就很不高兴 然后就 就不甩这个文相 那文相 毕竟宰相杜里能撑传 他也没有对他怎么样 但是联剖已经是过慢 两个一样平等 这时候他认为我比他行 这个叫做过慢 后来宰相杜里能撑传 终于感动 这个联剖武将 后来联剖武将 就背负那个经 负经请罪 对不对 我们在中国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公案 你看 在提醒我们不要这种过慢 再 再来 第三种叫做慢过慢 慢过慢 这比过慢还慢 这种情形是什么 比我行的人 我认为他比我差 这是一种情形 那这种像夜郎自大的人 像夜郎自大这种人 我们的国土比人家小 然后看到人家国土比较大 我们认为我比你大 这夜郎国就这样 对不对 我们以前讲 佛教的宇宙观里面举例的 夜郎自大认为自己的国土 比汉朝还大 这个是慢过慢 那我们的能力没有人家好 我们自己心里面想 口说出来 那行动里面 说我就比你行 这个叫做慢过慢 这种已经是很惨了 这种那么惨的 这种心跟行为 实在是无可救药 但是佛陀的悲悯 把它说出来 让我们能看到内心的这种毒蛇 要把它抓出来 丢到外面去 不要让它放在心里面 这种像毒蛇一样的 这种不善心所 烦恼心所 以后的罪过多大 太大太大了 所以佛陀要提醒我们 那在佛法里面的戒法里面 比丘你要恭敬比丘 如果比丘你认为 比丘没什么了不起 也是比我差 这个叫什么 慢过慢 不遵守佛陀的戒法 不遵守佛陀的教戒 认为自己了不起 你们跟我一样 那个叫做过慢 认为你们也没有我行 那叫慢过慢 所以我们心中如果有这个的话 要赶快把这种烦恼 像毒蛇一样的烦恼 把它舍弃掉 要培养谦虚恭敬 那我所知道的比丘 在面对这种比丘你的时候 宰相路里能生传 佛陀度量大 包容他 慈悲他 不要跟他一般计较 如果我跟他一般计较 我就像他一样了 所以我看到很多比丘都是 默然你对不是怕他 是学佛陀的过去是当敝士 这种比我差的人 我还跟他一般计较 如果我胜他的话胜之不五 那原谅他 慈悲他 包容他 免得他造更多的业 所以我们比丘应当学 这是慢过慢 第四个是我慢 这种我慢 在平常里面 是认为五蕴当中的我 为我 那在这个我当中 认为自己最大 最了不起 这个叫做我慢 在五蕴当中的我 这是什么状况 你让开 这个路 此山为我开 此路为我开 此山为我平 这个我要先用 这个我慢 厕所 十个人在排队 我要先闯到前面去用 吃饭 我要闯在前面 我慢 认为自己了不起 这个 那比较严重的 你有看到我们以前小时候 看的电视里面 那个武侠剧里面 有个传较短 讲说顺我者胜 逆我者王 那是什么 我慢 我最大 还得了 这种人 不小心会死在哪里 真惨 所以你看到 我们有没有这种问题 然后你会看到 众生里面也都是这种问题 这种我慢 所以我们要把这种我慢 这种烦恼 把它丢到外面去 不要让它放在心里面 第五种是曾三慢 曾三慢是 我们在佛教跟其他外道里面 都会产生的曾三慢 它是像什么 有德的人 他认为自己 比如说有四禅的 他认为已经证到四国阿罗汉 那叫曾三慢 这种曾三慢的人 他如果没有经过 善知识的点画 提醒的话 他永远会受很多苦的 在佛门里面 就是有一个 已经证到 得到四禅的比丘 他这个时候 以为是四国阿罗汉 所以他曾三慢的时候 他还不晓得 当他这种状况之下 他跟人家讲 我证到四国阿罗汉 所以当他临命中的时候